国民政府来接收 接收就开始政权转换 政权转换就228事情的发生就开始会逐渐的发生 所以这是禁音了是不是 就开始进入到禁音了 对 那为什么禁音 你可以看光这个旗帜 你看这个旗帜有没有不一样 这个旗帜没怎么样 欢迎 太平丁一顶目 祖民一桶 欢迎 对啊 不应该欢迎吗 不是啊 有什么不一样 那个旗帜 旗帜 那个国旗不一样啊 他没有12个光芒吗 不是啊 国旗应该是那个 那个青天白日在那边 不是在那边啊 应该在这边 那是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就是说当时台湾人非常热烈欢迎 所谓的同样汉民族的这个祖国来统治 可是讲是这样讲啊 祖国是什么样子根本都不知道 所以弄错了 表示说对他并不了解 但是就是欢迎欢迎 虽然是这样子也没有关系 但是问题是出在现在开始进入所谓的 发生228的原因 就是说台湾人是到处在写 你看这里写欢迎欢迎 写毛笔事 你看 欢迎欢迎 你看 江山归一就迎来其此庆重新啊 对不对 大家一直欢迎 这个是干什么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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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皮箱就是表示说东西带过来 带了很多东西来 不是带很多东西来 就是说这一些 这个皮箱当时 就是说新的时代 他里面本两个东西 放文件 对啊 放一些文件 哦 偶尔是放文件的 好 这里讲欢迎欢迎 好 现在问题出来了 当时的台湾人 不会讲中国话 他们只会讲日本话 跟米南话 只会讲台湾话 这就讲两个系统而已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 而且又把这个报纸 本来日文报纸全部要停掉啊 只能用中文的报纸 好 那这些原来这些人 忽然变成文码 对不对 字你也看不懂 你也说也 你也听不懂 所以 就变成当时造成开始的灵验 不是不能改 只是说改时间太快 你要缓冲集嘛 他完全没有缓冲集 你看这马上就要改 马上 就把它改掉 改掉以后 你一般想 从小学生 中学生 到大学生 全部都是用那个语言 你忽然把它改掉 你没有给他适应 就会出问题了 这还有小事情 是表示改革要慢慢来 不能 是不是这意思 现在问题出来了 好 现在开始进入所谓 这里有写 事件的延期风雨的前夕 那为什么这样进行 我们来看一下 那些政权转换 其实对一般的人民来讲 都还好 反正我们不是当官的 大家看一下 但是问题住在是 有问题是在 你看看这里工厂 在所谓官户之前 就是战争之前 日本的统治是 国企是日本国企嘛 煙囪有在冒烟嘛 对不对 然后现在国企换了 对不对 好 没有煙囪 没有冒烟了 然后身边打闭了 这个被变的意义 就是说 一般的人民失业 没有投入了 就没有收入了 没逃入 对不对 好 你看我逃入 好 我问你来这里 这个当时的记者画的 在二次大战之前的 中国是乱七八糟 通关乎一大堆 所以当时的报纸就讲说 诶 台湾是一个干净的地方 你不要乱搞 你看他们就讲说 你不要污染台湾 当时记者就画这样的东西 旁边是台湾 这么大的是中国 看这个比较明显 这是不要再咬了 你看看 就是你在那边吃那么多 你不要来来来来 你把台湾也污染了 当时这样一个讲 可是这样讲有用吗 诶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对一般人民生活 比较感同身受的 上面都写的 经济统治官员贪腐 然后经济败坏 来接收的这些官员 都是 这一个 军机败坏 来的人 大家都想捞一笔 来这里接收的 大家都想捞一笔 因为台湾人在日本人的统治之下 已经某种程度水准已经提升了 所以他知道明辨是非了 你讲的 他真的假的 他人民已经会判断了 问题是国民政府来了以后 你看国民党政府来了 经济败坏 这个当时的报纸 你看看 乱开枪 然后乱贪污一大堆 人很有意思 人就是会比较 就像你们 在共产党统治 你有给国民党统治过吗 没有 没有 你们没有 你们都没有给共产党统治过 他们 只是没办法放大 没有办法放大 没关系 应该可以看到 所以当时台湾人 这个228在战时间 你看看才几年 在1945年的12月25号正式政权移交 可是在1945 46 47年的2月28号就发生228事件 才对 一年多一点点 对不对 1945年的10月25号 1946年的10月25号 1947年的2月28号 这一年多一点点 挣钱转换结果发生这个问题 为什么 台湾人深受这些旗害 贪官污吏 物价上涨 民不聊生 所以上面 你看 你看上面 这是当时的报纸 贪污不断 这个 这个每天都有 报纸 研办贪官私 贪污何其多 你看到处都是 所以那时候 所以民怨就是这样子造成的 那时候的记者很认真在写 那时候的记者很认真在写 那时候办报纸 那个报纸 后来那个社长被抓去 被杀掉了 那当然 你看 贪污问题 米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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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台湾产米 不是没有米 是国共内战把这些米 运到上海市卖的 你看中国最后最后搞这个东西了 有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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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他们都有 都有这样子 这里就是 后来 台湾有开始参与选举 选举 也是 也有一些问题出来了 所以你说那时候的 其实记者还是很努力的在发声 有有有 特别是上海的报纸很很发达 人家上海在早期就已经跟西方接触了 他们那个思想会来发达 你看 这里 气司 这个专卖是 写日本时代的时候的专卖 专卖是专卖 可是你看 你看 你看 气司变敲诈 堵直 他们不是专卖集 白鬼横行 老修成怒 这当时中华民国 35年的7月 35年喔 那时候都还没有完全过来 你们还没有过来 我们是38年过来的 对啊 那28是在36年啊 哦 那我们还没有过来 你们当然还没有过来 那时候 那个时候国共内战才 战后就开始内战啊 哦 对不对 35年就开始国共内战了 奇怪 38年喔 所以这个 28是35年 36年 36年 36年的2118 咦 这是跟我的想法不太一样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我爸爸说 我爸爸说他到台湾的时候 有一次坐在车子上 公车上 人家要装啊 就因为我爸会讲台湾话 他们都帮我爸爸按抗 所以我爸没有被拖下去 所以那时候我们已经是38年以后了 那个 我想你讲的是白色恐怖 哦 白色恐怖的时候 在发匪碟的时候 有的密告 或者怎么样 就会开始 开始被抓 所以那不是 那个又是白色恐怖 又是戒严 戒严是在蒋介石的时候 戒严的时候 你讲是第二阶段的 哦 搞不清楚了 不会啦 历史很清楚了 时间分裂 时间的系列是很清楚 我说我搞不清楚 我爸爸有跟我讲过 这个就是228发生日之前 当时台北啊 这个地方的进行 所以228是民国35年 36 36年的 228 很少人还没有过来吗 没有很多人过来吗 没有没有来 跟过来没有关系 那38年那是国共内战 败战以后 才蒋介石才过来的啊 那是38年啊 这个是36年 这个是发生36年啊 日本刚投降 日本人回去了 可是 蒋介石把你来接收了 那些人乱干 那些人发生的问题 跟38年以后完全不同的 不同 不同批的人 所以等于蒋介石他用人不明 要不然他总会从中国 从中国跑到台湾来 他的周边都是一些有问题的人物 要不然他总会从中国 那么大打败跑到台湾来 对不对 如果他那么 很闲冷的话 就不会发生说 二战以后马上被共产党 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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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盘就被翻过来 嗯 一定事出有因嘛 对不对 不是因为我爸爸是黄埔军校的 嗯 那我从小在这个 我们是深蓝的家庭 我从小的那些 这个叔叔伯伯们都是 都是那个 国民党都是从大陆 其实都没有关系 我觉得很好啊 这些叔叔伯伯都很好啊 怎么会 像你这样讲 觉得很奇怪 跟他们这批没有关系 跟我们那批没有关系 哦 里面讲的是38 38年来的那批 哦 哦 这个是38年之前来的 哦 那怎么之前之后 这人就有这么大的 素质上面的区别 素质不是问题 素质是一个问题 最重要是战争结束以后 刚才讲嘛 台湾能欢迎 所谓的祖国来接收啊 可是来了以后 由失望 变绝望啊 啊为什么会这样子 就是刚才发生那些问题 嗯 来的生活反而更惨 所以台湾人那时候 有一个比喻啊 狗起滴过来 你滴得懂吗 狗就是日本人啊 狗走了 中国人来了变猪啊 当时他们会比较啊 我们没有那个经验 你不知道 他们讲的啊 为什么 因为他会比较说 哪一个当时的政府比较好 对不对 人就是会比较 不比较他人还好 自己跟自己比 没有什么好比 可是 在那个时候的 所有日本统治过的人 还有 后来共产党是回来的 诶 一比较 哇 完全不一样的成果 所以才发生二八 可是 你想一想 当时日本人统治 你看到后面那个照片 当时台湾的治安啊 郭汪变 基督建设都很好啊 都没有问题啊 是 所以台湾人为什么 你说台湾人亲自也好 怀念日本人也好 其实是怀念他什么 他文明的程度 刚才在整个日本人 我也跟他们讲啊 如果今天你们日本人跟 菲律 跟菲律宾这样 对人家不好意思 比较落后的国家的话 我们台湾那谁也理你 对不对 日本到现在 无论是工业科技 或者是所谓的国民水准 都是会党先进的啊 我们是学习这一块 我们要学习是这样的东西啊 他是我们学习的对象 是这样一个想法 所以所谓亲自我建 不是什么亲自不亲自 是我们学习他这一块文明的地方 因为那时候过来的那些都是 因为那时候过来的那些都是 你把每个人看的时候 军福 同样的军福 中国军福专家就夸夸夸夸夸夸 那为什么 就跟他的这个文明有关 因为国家穷 人民也穷 你想人力穷啊 什么都不能想啊 因为那时候刚刚打完抗争 所以你要想一想 要讲理由 都是一堆 一样啊 一样战争结束 日本也战争结束了 你看日本也是 被原子弹打到一段落 可是他现在要站起来 那你一样啊 你中国不是号称战争了吗 你看现在还是 还是没有比人家 没有比人家水准啊 强不强是国家的问题 也没有水准比人家高啊 这是我们要去还行 不是只有说 意识心来说 我们反制啊 跟他们都没关系 不是台湾人亲自 所以跟这个也没有什么关系啊 只是说人家真的值得学习 文明的程度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 人就是学习才长大 有梦想才会有希望啊